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中国资产。 最近,金融市场上可是有不少动静,尤其是中国资产,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那么中国资产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它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 咱们先看看中国资产在短期内的表现。 就在近期,中国资产在全球市场那可是相当亮眼。 就拿A股来说,节前简直像开了挂一样,创下了好多记录。 等进入国庆之后,A股进入休市期了,可外资对中国资产的热情依旧高涨,这股热情就像一把火,烧到了港股和美股中概股上。 从数据上来看,10月1日、7日这几天,万德中概股100上涨了12.77%,恒生指数也上涨了9.30%, 这涨幅可真是够大的,远远领先全球主要指数。 你们看,台行第三的日经225,才仅仅上涨了3.73%,而美股呢,在这期间可算是全球主要指数中亏损最多的, 那斯达克下跌了1.46%,领跌全球主要指数。 这一对比,中国资产的短期强势就更加明显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啊,目前情绪面的火热,是外资当下看好中国资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也要思考,当这股短期的热情慢慢降温之后,中国资产是不是还能保持竞争力呢? 这个情绪牛能不能顺利地向高质量牛过渡呢? 这轮牛市又能不能走得长远,走得稳定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资产的基本面好好研究一下了。 说到中国资产的质量,我们先来看看宏观经济增速。 经济发展就像一辆马车,需要三架马车来拉动,这三架马车就是消费、投资和出口。 那我们怎么来看中国资产的价值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重要的方面入手。 一方面,我们要看能够直观表现消费和投资情况的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国内经济发展最核心的指标,GDP。 我们选取了近十年的GDP增速,然后和多个全球主要经济体进行了比较。 这些经济体包括美国、法国、日本和印度,从地域和发展程度等多个维度来构建对比目标。 结果怎么样呢?和美国、日本、法国这些经济强国相比,中国近十年的GDP增速那可是大幅领先啊,年均增速达到了8.54%,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为强势的一方。 再和印度这个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近十年的GDP增速同样遥遥领先,比印度要高出近三个百分点,整体呈现出稳定高速的特征。 这就说明中国经济在增长方面是非常有实力的,为中国资产的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看对出口会产生影响的指标——人民币汇率。 从外汇的角度来看,这十年来因为美国加息,导致美元自身升值,就像一个收割者一样,收割全球资产,全球货币对美元基本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 但是呢,人民币和欧元表现的相对稳定,受美元的影响比较有限,这就体现出了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性和中国整体经济的韧性。 综合近十年的表现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强劲,人民币价值稳定,这就使得中国资产在整体价值上要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基本面表现依然强劲。 虽然中国资产在宏观经济方面表现出色,但是在金融发展方面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们用金融化率这个指标来分析一下,资本市场的市值能够很好地体现出直接融资的效能,而它和GDP的比值也能反映出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进度。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化率普遍都高于100%,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却有所不足。 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但是金融发展却没能跟上这个速度,资本市场整体呈现出一种大而不强的情况。 比如说,中国的个股数量已经超过了5000只,但是整体金融化率仍然不足100%,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就算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也稍微差了一些。 金融化率比较低,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这就导致金融对实体的支持力度比较弱,不能很好地把实体经济的价值展现出来。 实体经济就像一棵大树的树根,金融则像树干和树枝,如果树干和树枝不够强壮,就无法给树根提供足够的养分,这棵树也就无法茁壮成长。 所以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实体和金融是相互关联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面我们说了金融化率不足的问题,这也会导致对中国资产价值的评估出现偏差。 中国的实体和金融呈现出一强一弱的情况,发展不均衡,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弱,这就使得虽然在宏观数据表征上中国资产表现强势,但是在资本市场上,中国主要市场指数表现却不太好。 即使经历了连续多个交易日的大幅上涨,整体估值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区间。 截止到2024年10月8日,我们来看一些数据。 万德中概股100市净率仅仅达到了近10年31.19%分位点,恒生指数是33.70%分位点,上证指数是42.43%分位点,创业板指是44.65%分位点,护身300是47.82%分位点,这些都低于50分位点。 而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和印度的Sensex30指数估值分位点已经达到了95%以上,日经225指数和法国CAC40指数也在80分位点上方。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代表中国金融市场的各大主要指数当前都处于估值挖地,虽然经历了大涨,但是估值仍然处于低位。 这就说明中国资产仍然被全球投资者低估。 综合前面我们所分析的各个方面,中国资产在数据表征上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表现是很强劲的,潜力也比较大,资产本身是很优质的。 但是呢,金融市场的发展没有跟上实体经济的脚步,金融化率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差距比较大,资本市场呈现出大而不强的情况,对实体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弱。 这种情况反映在资本市场端,就表现出了被低估的特征,比如估值低,波动大,外资青睐度较低。 不过,随着这次牛市的启动,虽然情绪面的推动可能会告一段落,但是政策面和基本面对于金融市场的持续完善才是关键。 只有这样才能促使A股这轮行情走得长远,走得稳定。 A股的潜力还没有耗尽,甚至可能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 在当前全球资产配置理念盛行的情况下,A股以及港股、中概股等相关中国资产指数,具有价值优、估值低、潜力大的特点,后续的上行空间仍然比较大,是有走向慢牛的可能性的。 所以说,长期被低估的中国资产,很可能正在走向全面反攻的道路上。 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提个醒,投资是有风险的。 国际规律或者经验并不具有普世性,过去的情况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表现。 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在谨慎,充分了解市场情况和投资产品的特点,不要盲目跟风。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同证券的投资评级。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两类。 股票评级分为强烈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和回避四个级别。 如果预计未来6到12个月内,股价表现由于市场基准指数20%以上,就会被评为强烈推荐。 如果预计股价表现由于市场基准指数10%到20%,则为谨慎推荐。 如果预计股价波动相对市场基准指数10%到加10%,就是中性评级。 如果预计股价表现弱于市场基准指数10%以上,就会被评为回避。 这里要注意,加表示市场表现好于基准,表示市场表现落后基准。 行业评级也分为看好,中性和看淡三个级别。 如果预计未来6到12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基准指数,就会被评为看好。 如果预计行业指数表现跟随市场基准指数,就是中性评级。 如果预计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基准指数,就会被评为看淡。 这里的基准指数是护身300指数。 好了,今天我们对中国资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短期表现到资产质量, 从金融发展不足到估值情况,再到综合研判和风险提示,以及投资评级的介绍。 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解,能让大家对中国资产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投资是一场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大家一定要谨慎决策,理性投资。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关于金融投资的问题,欢迎随时关注我们的后续内容,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感谢大家的观看。